接下來進入的是重點 VT圖 我現在基本上 我在上課的時候是不教 是不用公式解析的 我都是畫圖型 然後我們喜歡畫VT圖 因為VT圖能夠回答的問題比較多 比較好用 所以我們都會畫VT圖 第一件事情 我們畫VT圖 就是把它的速度跟時間關係圖畫出來 這樣子一樣可以讓我了解 判斷幾件事情 第一個 瞭解它如何運動 第二個 比較大型 誰快誰慢 加速度誰大誰行 第三個 加數字之後 跟你做計算 我可以算兩件事情 我可以算加速度 我可以算位 就是為什麼我們說VT圖好用 因為它可以算兩件事 它可以算加速度 可以算位 我們先解決第一個件事情 看清楚 知道它做什麼運動 這加坡做什麼運動 不是等速率 應該叫做等速度 因為我給了V字速度 現在的速度是3 當軌是3 一直都是3 你還記得當初ST圖是什麼嗎? 鏡子 有沒有 鏡子 所以再回來講過的話 所以 考試的時候 先請你看清楚 人家畫的是VT圖還是ST圖 那個答案會不一樣 這要做等速度運動 那這樣 那就是一樣嘛 前面講了 每增加一個時間 都加的都一樣對不對 每經過一段時間 所增加的速度都會一樣 每經過一段時間 增加速度就通通都一樣嘛 所以這叫什麼運動 等加速度運動 啊 叫等加速度運動 那這樣子咧 也是等加速度運動 那這個跟剛才什麼不一樣 我當腿會問你 這個跟他有什麼不一樣 那換成這樣還是等加速度運動 一樣 這個跟第一張腿怎麼不同 我當腿會問你 那麼從這三張腿的結論就是 原來VT圖的直線代表加速度 一條直線就是一個加速度 所以從頭到尾 是有一條直線就是所謂的 等加速度運動 等加速度運動 這句話我們後面會再交代一次 那這樣咧 還是等加速度運動 那跟前面有什麼不一樣 也是我當腿要問你 他跟前面有什麼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 那叫什麼運動 就叫做 非等加速度運動 也有人叫它變加速度運動 就加速度會改變的 變加速度運動 好 那怎麼變法不知道 這要看到圖怎麼畫才會曉得 原則上國中也沒有 我們的考的計算體裡面 也沒有這種東西啦 所以呢 就知道說 你加速度再變就可以 就沒有死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學會的 第一件事情 你看到VT圖的長相 你會判斷 他在做什麼運動 OK嗎 OK